一路都是在拍劇 又拍又拍 但是很開心 因為整個團隊都很順利 還有劇本 我們每個演員都覺得很喜歡這個劇本 監製和我們拍得很開心 導演也拍得很開心 整件事很團隊 我是這個café的老闆 那我就 除了是一個老闆的身份之外 我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 我希望可以用我 就是我有另一個身份就是一個殺手 直一點講 我就是希望去清理這個社會上的害蟲 可能是懲罰一些法律 伸張正義 對,伸張正義 懲罰不了的人 是的 所以中間有很多單元的故事 穿穿插插很多東西 和敏逆就是 他是一個警察 他是一個警察 有些遇上 這個劇本很弱心 就是兩個很有緣分的人 但是 就是大家雖然都是想伸張正義 但是大家的方法很不同 但是這兩個人又會有傷害 所以那件事是 就是結局是怎麼注定 都比較麻煩的 所以就 對,希望大家喜歡這套劇 有沒有親熱的這件事 有,有 整件事是很浪漫的 還有拍得很漂亮 很淒美 就是 是很浪漫的 就是 很多場面都有很多 我們的sweet的 元素在裡面 因為真的是一對 還有 還有 大家是真的很愛 愛情片 很愛 是的 所以有很多 場面都有我們的親熱鏡頭 但是 至於有多親熱 人人對親熱的定義都不同 很親熱的 我覺得 對黃敏玥來講 應該是很親熱的 當然要 有 戒口戒到 這套劇 真是傻 戒口戒到傻了 還有 都真的要好好地去 就是 就是處理一下 姐姐和弟弟的關係 就是一定 原來一出現了一個 新生命在家裡 本身 姐姐 現在 她都真的會有些反應 就是會有些吃醋 會有些脾氣 以前 從來沒有見過 會這樣發脾氣 會突然間 發了脾氣 要慢慢教她 要引導她 那 現在 都OK 覺得 原來是可以調節的 就是 她都說她很愛弟弟 又把自己的玩具給了弟弟 但是 當我抱弟弟的時候 她就 爸爸爸爸 不喜歡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媽媽底 她是貴的 不喜歡 覺得有人霸了她爸爸 但是這個要慢慢去 讓她長大慢慢教 但是 真的沒有什麼時間抱 我兒子抱了兩次 到現在這麼久 因為 我拍劇 我回到家 是她最需要休息的時間 半夜我沒理由叫她 然後全家人都出來了 然後 到她起床的時候 我又已經開了工 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有錯過的 但是我覺得 工作 現在都重要 快點拍完 快點殺科 回家可以再接管她 剛剛賣了一個物業 又賺了幾千萬 二十六百幾萬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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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問她的投資心得 經常都禁止投資 有什麼 自己賺多些錢 賺多些錢 可以有能力去投資 再學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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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